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 电视系统的危害 随便讲一个 我发现十几年来台湾电视 一百多个频道有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吃喝玩乐星山下游 你去看电视新闻 十几个电台 按来按去 几乎都在讲什么吃 怎么穿 接着很多综艺节目 讲话谈话性节目都在谈 他怎么去美容 怎么去做生 怎么去抽纸 24小时里面 16个小时放这些东西 我们的小孩成长 十几年来 现在十几岁的小孩 大概都是吃这些热衷长大的 为什么 因西西在干什么 你要做影子节目嘛 你就做像人家那个世界旅游那些东西 你去做看看 这个很可怕 为什么整个世界 整个台湾通通没有人在反省 一天里面发生在台湾的重大值得关注的公共事务有多少 你知道这为什么 这很简单 中国买掉你这些 也不给你吃这些 台湾就死了 不出十年 但是呢 台湾还是另外一些力量在结起的啦 就是谁 就是在座各位 一定是其中一部分 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慢慢累积慢慢形成慢慢中毒的啦 告诉各位 这些价值观啊 意识形态 你既然知道刚才跟你讲过了价值是富裕的 是感染的 是创造的 是不断在更新的 是要适应整个社会有既有那样的 还行 觉悟的能力的人来带领出新的这个局势 创造这个社会还没有存在着善良跟新道德 但是你们所接受的教育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当个当前者的顺利 当个既得利益者的顺利 为什么 现在一个在美国大学那个在讲什么是正义的那个教授 然后那个东西他所有在谈的里面基本上就是什么东西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维 他从不给答案 他一个东西他只是把人类历史上他从社会上的东西找来 我以前就是用那样的方式在上课 所以在大学里面在大一上课要怎样 花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敲那个 我就说你们进来念大学 那脑筋已经差不多思想到死亡大案了 花半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去敲掉他这些旧有的东西 要他有一点节性的东西 你要知道我第一次上课跑到宏甲大学 那个时候我在一上课跑到宏甲大学 我会很久啊 上课上到三分之一有学生写上来的报告 老师我恨你 你把我过去的想法都顛覆掉了 我现在在茫茫大海里面 我滑茶帮也随便抓了 学期梦报告写来三分之二 老师谢谢你 你改变了我一生 因此下学期学校就解聘了 不让我说 这个所谓的价值观 通常只是特定族群菜 特定时空里的一种集体偏见 被催眠以后的一种倾向或惯息 这句话都很深啊 都不是一下子能够理解 甚至于对价值意识或伦理进行的分析讨论 下论传就学术界在讲的东西 也是特定的文化的更大的偏见 更大的惯息 也是所有我职当中最难解的几大类 我随便随便举几个例子 你就知道 现在讲的统独 南立同 物质至上 成功教育 通通是这一类非常大的比例 这是一种迷失 请问 你能够自己写开来吗 我随便讲一个 什么叫深蓝 什么叫深历 真正的深蓝 绝对不是马英九 后你看到的现在的政客 真正的深历绝对不会是苏贞昌 小英 后临近党的这些政客 而是呢 由一大堆文化天建宗教意识形态催眠之后的一大群 完眠不化的基层 这些基层从来没有从这些政治神话催眠术里面得到任何好处或利益 通常 却随时可以为他们牵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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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在价值系统里面 必须自我来解化 我希望这几天的课程 可以带来一些 就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第一次吃到真的顶级的 好吃的鲍鱼 在某一个餐厅 十几年前 那个是赠送的哦 吃了第一片 那个所谓Toro鲍鱼啊 一吃 哇塞 人世间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所以我就说 拜托啦 经理再送我一片好不好 我他送了两片了 我第二片一吃 哎呀真的耶 真好吃 好了 千万不要再吃第三片 第三片一吃就是什么 太油腻了 过多的拥有 叫做流失 你们现在急着发财 你急着一些很多东西 没有错你该去做 但是千万要记得 希望就像手中一把沙 越想拥有 流失越多 如何从这里面去 觉悟自觉 台湾人传统价值观 你我到现在都不例外 台湾人都到庙里头去拜拜 管他拜什么神 其实只有拜哪里你知道吗 通常庙顶三尊湖禄寿 马祖国啊 拜托我们家 要靠台湾啊 拜托给他靠台湾 我们家虽然脱脱了 我们家如果靠台湾 一个应该去靠台湾 不就叫他扭了 叫马祖国给他扭了 不然你把他扭了 我这里拜提公 台湾人的拜托 几乎是什么 名目伤胆 直接齐约会选 当场费赂 马上退价 天气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会看看 这个只是台湾信仰里面的 其中一大部分 另外相对于这样的 齐约会选的这种 退价关系的 另外叫做自立圣告 却是所有 几乎台湾人都不大千金的东西 但是他过程 整个台湾人 价值人格精神的总内涵 我以前一直在听看这些 感谢上昌 感谢台湾这一片土地 也有机会重新领悟 重新学习 我现在知道了 我会把像这里面 至少有一天半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自立圣告的无功用行 台湾人最佳的本权 最佳的文化的内涵 我去访问那个庙仪 庙仪 太圣公庙庙 告诉他 哎呀 刚才人家在拜什么神 都敢看了 就跟他拜一三千年 一三千年 无路受人 所以呢 在这里面又有台湾人 传统价值系统里面的 最主要的台湾宗教内涵 最重要一部分是 空神演绎来的啦 然后呢 基本上是几头三十 有神灵的什么东西 那个叫什么 三师神一位 那个叫一个什么样的关心啊 他这个心态上啊 在心理上 我用1741年 走迎城隍庙的一户对邻 来形容 为善必仓 这好事一定会先升起来 为善必仓 为善不仓 祖宗必有一央 央尽必仓 作恶必亡 作恶不亡 祖宗必有一德 德尽必亡 这个就是以前 我们所谓的公共阁 你知道台湾人的公共阁的观念 这一套东西 很准啊 几乎大家都是这样的观念 不管是多高超的 这些地位的人 通通一样 你知道 这个有两种神 一种是几头三尺 一种是在这里的 一种是在撒丘 然后呢 他就是有 每一个人都有一本 抽信成绩记录簿 你今天做了什么坏事 扩三婚 你今天在哪个庙前乱土台 扩零点五婚 今天在厕所的时候 你都用了五张的 坏的卫生纸 扩几分 然后呢 铁基起来 还有这个小公大购 等等这样子的互相的 还可以折瘦 还可以折什么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都用这样子的 公共阁的方式来计量 所以这个最典型代表 就是这一户队连 为善必仓 为善不仓 祖宗必有一样 而且还三代传承互相 也就是三世两重英国 那么所有的台湾人的生活行为 另外我用一个嘉义城隍庙的一户对联来做代表 天理 地理 她理 智理 游理 无理 是非叛理 恩情 人情 感情 爱情 私情 洁情 阴阳 通情 我还想到就等四吏而已 通情 达理 那么在这一套 问题是 谁来决定善恶的标准 城隍庙代表 整个官方系统里面 控制控制民间百姓的基本道德标准 在写在它上面里面 这是由官方在控制 那台湾历来都这样 如果你今天 这一个整个听完 你会到对自己的一整套宗教信仰等等啊 如然后然开然 你也知道这个可怕到什么程度 还有明明台湾最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你始终都不知道 台湾所有属灵的最高信仰东西 每家的客厅通通写在那里 但是没有人看得到 但是没有人看得到 在这里先透露一点 你们去看看寻常的台湾的客厅 后面一幅图 观音符咒 观音像 前面不管你拜官公 拜圣红 拜翁牙 拜什么花歌行 都好 拜麻祖了 这一幅图 一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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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接着呢 这是客厅厅堂 接着他的右侧就是祖宗的寝竹白啊 所有整个教室系统在这里 我很高兴 我总算把它解析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你家的客厅 就相当于一座庙仪的简化版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就让各位 差不多彻底可以了解 这四百年 没有解开的你 这个暂时也按下 讲了这么多 再回头 我们在谈的主要 好像 现在是动不动 就说我们在做环保 我哪有在做什么环保 以前就说 哦 那个他不是在抢救森林 我什么时候抢救森林 我只有两句话 各位听看看 从来都是环境在保护我们 而不是我们在保护环境 从来都是森林在抢救我们 而不是我们在抢救森林 如果你把生态保育当成一种工作 一种额外的负担 那么你需要的是知识 是技术 很可能你也会有学习的压力 然而如果你能够体会生态保育 其实是我们以生寄来的情感跟信仰 那么从学习到实践 只是自自然然 心安理得 甚至于可以为他扯生起义 休息十分钟 这篇叫什么 这篇叫什么 照一下 喂 哦 我还没带过 我还没带过